大家好 现在是惠兰花苞形成的一个季节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惠兰还没出现花苞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养护方法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机 如果过了这个时机 今年想开花就难了 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一定要控好水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浇过多的水 浇过多的水化根系很容易出现问题 尤其是南方天 因为南方天现在都是阴影天气 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技巧 大家一定要把握的 这个技巧就是要把这个兰花炉头这个位置的资料给它扒一下 这样子扒一下的好处就是让这个兰花炉头更加的通风透气 不容易感染一些续菌 让这个花芽顺利冒出来 另外还可以增加这个炉头的光照 助使它长一些新芽 长一些花芽 像我这一棵一样 这边长了一棵花芽 这边长了一棵新芽 所以大家把握好这个技巧 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给它补充一些磷甲元素 比如说磷酸药金甲 我们可以用一颗的磷酸药金甲 对以上800到1000毫升的精水给它浇灌一次 或者是隔15天左右给它喷湿一次这个页面 给它补充充足的磷岩素 助使它这个花芽分化 因为磷岩素可以助使花卉 长一些花芽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些技巧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时候我们养惠兰的一些技巧 能让它这个花芽 新芽一起长 也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